還幫我們送茶水 對 然後也不會擔心 我們說 哇 好大聲喔 吵到那個九樓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他們都原諒我 因為九樓是住Sandy嘛 不怕成為惡鄰居 眼見隨堂 雨鄰居風波延燒 吳宗憲買房巧妙城 未雨求謀 趕上來囉嗦他老伯 掉繩子下去罵他 所以最好就是九樓 那個十樓 十一樓 通通買下來就沒事了 這個大家互相包容一下 台北這個人情味 比如說你家有偽見對不對 一定是隔壁去舉發的嘛 到最後就沒有朋友 人跟人之間多一點愛 先前一次豪雜四億 買下兩戶一百三十三坪的豪宅 一棟送給女兒Sandy當心婚房 兩人成為樓上樓下的鄰居 而談到土耳其地震 吳宗憲霸氣說會捐物資 還很像這位宿敵 捐的一項比他多 九二一我捐五百萬 他說他在搬屍體 你是海軍陸戰隊 你不去當兵 你在說什麼 捐才捐一百萬拿出來說多 那是多厲害 他也不夠賠我八十幾萬嘛對不對 對啊 話說得很酸 但吳宗憲的大方有目共睹 購物專家陳真上通告透露 吳宗憲開工紅包的金額是別人的二十倍 那個是一點點 對 那是人家十倍到二十倍 十倍到二十倍 那一定要的啊 對啊 在那個野火金星的那個尾牙 捐錢捐到眼淚都會流出來 這回替投資品牌開設的茶飲店加盟站台 積極投資副業 吳宗憲也強調三到六月會進軍大陸 但沒有要離開台灣 依舊熱愛所有工作 TVBS新聞張世民洪一廷泰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